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把 也就是捏捏保一个 留一个就行 留一个就行 路头 这把路头的话 更多的我觉得就是拿出来练一手 其实你因为毕竟 我觉得捏捏的实力还是够的 所以说你说真的要留一个 可能有比路头更好的选择 但是路头也够到了 呦 这把上来记者被抓 四跑的可能性 他主要祭司搬掉了以后 这个四跑的可能性就低很多了 这个地图他得是 祭司加个野人 这种就是可能 不过现在的话 版本野人当野人也不是那么好打 然后这把的话两个娃娃都没有能扛到 到应该是已经可以 对吧 可以关掉BGM 开始听官方解说的一个分析了 可以恭喜吉安了 确实可以恭喜吉安了 今天吉安的表现得也好 他们人队表现得好 捏捏表现得也好 这属于是双向奔赴 这把的话捏捏这两个钩子确实勾得漂亮 两个人过来强行打一波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局打到现在这个程度 穷者必须四跑 就有且仅有可能一个机会 就是这一波 这一波打一个什么呢 打一个换挂 打一个换挂 不断的利用换挂 然后这波打完换挂以后 待会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入练师的灵鹫 这个局才有可能出现四人开门战 到了四人开门战之后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写 这个局才能四跑 但是呢 近人是听天命 我们来听一下官方解说 你民间战队能打到这个时刻 不错了 再有更多的要求呢 我觉得也没必要了 因为其实我的解说呢 更多偏向于大局方面 在一些操作细节上面的话呢 我觉得我肯定是 特别是安将 安将在我心目当中 他的这个实力啊 特别是他在讲一些转点啊 讲一些操作的细节上面 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会去多看 多看一下他的那个解说的 因为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真的能学到 哎呦漂亮 就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在解说完之后 我也会去看别的解说 就像安将啊 哈皮啊 我也是会经常去看一下的 然后去学习一下 就是看能抓几个了 对看捏捏跟球这一局的一个对抗了 就看捏捏和小叶明 到底谁才是今天的安平屁了 对吧 给刀一刀 带走了佣兵 这边李华还想OB一下 那我再等一个勾呗 但他半状态 而且这没什么磁铁了 就一个磁铁 飞轮打路头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勾到你飞轮上 还是等于我勾到墙 哦 这边一个蓄力刀 盾了一下又过 再来有钩子 再来博弈 这个地方也断不了连 要么勾脸上的墙 要么勾身后的墙 哎呦 带走了 无敌了 撕抓了 这个就 看样子是 佣兵这边也是起不来的啊 走一个都难啊 走不了一个 要不 除非他挂啊 挂的话 我觉得可以挂 其实 嗯 挂的话有机会走一个吧 最多就走一个 就现在挂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他上一把挂了 因为后面还有 还有 还有局 也现在挂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的 反正也赢了 就看他 看他要不要去 卷一个那个MVP的 但是你敢起吗 我只要不断勾 你起来我就回来找起 起来就回来了 你看 钥鱼 在你起之前就回头了 知道 天 先拦住 就是A制了 一刀勘探了 对 但我打你自己 是的 给到一刀 那这个 要直接反了 现在已知 入恋 呃 就是 勘探员没自己 入恋时没有灵救 那就很好打了 对 打倒不管就行 这边想先追一下 雷雷吗 我觉得可以先去 追一下勘探员啊 他没自愈了 而且你勘探员越 越往后边拖越不好追 对 都行 其实 无所谓 二阶路头 没怕过 真的 哦 这边一个假装过板 回头抽刀 再去找李华 他手上技能也要好了吗 对 反正入恋时这边 也没有办法去补状态 对的 这两个学校都补不了 没找到 往鬼屋方向去排 捏捏 今天这个 排点的嗅觉 真的很准啊 思路很好 过来 耳鸣出现了 先放一个 进鬼屋的夹子 路给堵住 是的 勾门 到鬼板了 看到了 他难牵制了 对的 这样哪怕你能弹一下 但是没有用啊 哦 哇 出刀真快呀 好像这个直接传送了 对了 没自己不用管了 真把 雷雷 打倒 就四抓了 为什么不说话呢 后面还有三场比赛呢 保留点体力呀 那这一波 一个小短板 准备等勾 还有一秒钟的cd 雷在这边一个ok 捏捏 抽一个刀 回礼一下啊 漂亮 哇 这样也预判到了 看到勾子上了啊 那这样的话 也是 拿下一个四抓 对吧 那捏捏今天两个四抓呀 是 捏捏今天两个四抓呀